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风太大了 难道只是为了吹干眼泪 云太寂寥 仿佛真是为了喜剧哀笑 山太高了 难道只能照应无处可脱 河太寬了 仿佛组定永远无法度过 鲜血清透了土地也开不出花 永远感染如彩虹 抓也抓不住 我们没有家 我们没有家 孤儿是我们的名字 回家是梦里的呼唤 我们没有家 我们没有家 孤儿是我们的名字 回家是梦里的呼唤 再预料我们的家 回家是梦里的呼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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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钥 太原谅 难道只是因为 因为时间 因为距离 梦太长了 仿佛只是为了绝望 为了逃避 是 太多了 难道真是为了 仇恨 为了生存 太 太断了 仿佛只是为了 繁衣 作与 生存 当然 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的保育场 大约两百坪小小的空间里 就挤满了数百只落难天使 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有一段故事 每一段故事都让人心疼 协会志工与理事长不管再忙 每天人得拨出时间前往狗社打扫照顾 每一只小天使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协会是他们的避风港 如果没有了协会 没有了家 这些孩子该如何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 Roland 青春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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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他身上也是皮都不見了 那時候本來有哈佛奧倆 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 他是康復的 可是他的臉就 很多人不太能夠接受他 可是他 他知道自己破舊了 所以他還是蠻值得其樂的 這是小米粒 他大概一個多月的一個月的時候 欸好啦 乖 他是一個月的時候 他就被車子撿過 所以你看很明顯的 他是少一條腿 他只有三隻腳 那那時候一個月的小貓 其實被車子撿過 其實是活不下來的 可是他就是很幸運的存活下來 要不然其實像一個多月大的小貓 其實是被車子撞死 是很難活得下來 這隻是布丁 他是一隻荊棘啦 那他是被主人把他身上的毛 把他亂撿了之後 就把他丟在金石湖公園裡面 那他其實很微遜 只是說他的眼睛整個水晶體受損 所以他對陌生的環境 陌生的味道比較不能夠接受 他其實知道像我們照顧他的之光 他知道我們是誰 可是他還是因為眼睛看不清楚 所以他還是會有點害怕 害怕不太信任 那你看他現在一直想逃 所以他有點害怕並緊張 那他的眼睛的話 經過很多次的治療 還是沒有辦法把他修復 所以他一輩子的話 眼睛就是很模糊 看不清楚的 那當然相對的 他也不太可能有 私主願意修容他 會難他 我一直想見 我還想說他 他會這樣想見 他往後 的許多人 在這次的治療 變勞 我會這樣做 那是 我會這樣做 然後我會這樣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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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哈哈 当时她被主人从高速公路上推下来 虽然大难不死 可是也因此跛了前脚 QQ的主人是私人繁殖业者 才一个多月大的她就因为瘫痪而被四祖扬言弃养 扑杀 协会也因此收容了她 QQ虽然每天必须接受复健 但她却依然乐天开朗 QQ就是这么坚强的孩子 社团法人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 成立十多年来 大大小小的救援囊阔整个南台湾 从小小的结扎TNR计划 到上山下海的紧急抢救 协会利用有限的资源不断地创造奇迹 延续生命 2010年6月 协会保育场遭到地主献旗搬迁 千千百百只瞎眼 瘫痪 年迈 断脚的落难天使 都将无家可归 我们该去哪里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只是想要继续活下去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 期盼看完影片的您 能敞开内心深处的慈悲 让此刻的感动化为力量 完成这群孩子 延续生命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